主席你有注意到 你剛剛在見解的時候 有注意到大屏電嗎 有 今天我們來屏東的過程當中 不管到了高雄 或者是現在到屏東 剛才我們一路還有一些最辛苦的老闆朋友都在話說 哇 屏電很沒風險 屏電很棒的 今天不知道要怎麼做 我相信屏電今天是從北到南 大家全民的痛苦 那為什麼造成這樣的痛苦 民進黨不能再用愛發電子 一定要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台灣的電子真的不夠 那為什麼不夠 一方面我們的供應不斷的減少 一方面我們的需求又不斷的增加 這最簡單的算數問題 不是用騙的 用拖的 用所謂虎爛的 就可以解決問題 現在不是任何 所1450在那邊講乾話的時候 這是真正缺電的時候 請政府負責任的站出來 前幾天 有好多中小企業都說 他們要申請建廠用電通通不准 因為用電量已經到達負荷的尖端 那台灣怎麼變成這樣 咱們怎麼變成這樣 所以這不是一個唱衰 而是一個事實 這是要面對的 要理性面對的 1450不要再以為用這樣子的 暈滅國民黨或者是造謠聲勢就可以解決 也不可能用愛發電 真正的 好好的把營業問題解決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